大家好,今天要分享的是十字巧克力葡萄干面包 浓郁的巧克力面包非常好吃 首先,将350克面包粉放入搅拌碗里 20克可可粉 6克酵母粉 白糖40克 在碗中放入一颗蛋 加入180克牛奶 把牛奶鸡蛋倒入搅拌碗里,搅拌成团 加入1茶匙盐 用中速打制成团 加入20克黄油 打制薄膜出现 加入20克巧克力米 再加入50克葡萄干 整形面团 整形面团 大约是双倍大 排气整形面团 分割成9个大约70克的小面团 分割成9个大约70克的小面团 将一片巧克力包入包好 2克小的小面团 1克小面团 2克小面团 4克小面团 2克幅 放入烘烤盒里 再次饧发一小时 在小碗中放入一汤匙中筋面粉 一汤匙可可粉 两汤匙水 搅拌均匀至无颗粒 放入裱花袋里 挤在饧发好的面团上 画十字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烘烤180摄氏度 20至25分钟 烘好后放凉 好吃的十字巧克力葡萄干面包 就做好了 谢谢收看 好